字幕提供 因為時間關係 富哥早就煮好糖醋汁 他說最好用雜菜水來代替清水 煮出來的汁會比較鮮味 所有材料都只煮10分鐘左右 他還透露了一個私人秘密給TOPIC的網友知道 如果想醬汁味道順和一點 就加幾粒滑梅就最好了 接下來就要炒肉片 先把肉片蘸了蛋漿和生粉 等油滾了之後放下去炸 炸到九成熟左右 撈起備用 之後就要把青紅椒片、洋蔥、菠蘿 用滾水灑一灑 然後再撈起晴干水 好了,開始埋鑊炒肉了 先倒高好的糖醋汁鑊鑊 要等它煮起 再加一點生粉水 就可以倒炸過的肉片和雜青紅椒去炒 你看,富哥不是炒的 它是拋鑊的 他說拋鑊才會令肉片掛倒汁 不過在家裡拋不到鑊 他就叫你用摩打手快點炒進去 看看,星級廚師教老的咕嚕肉 搞定了 好 好 parti 嘿 第二個